据你的计算我一共在 YouTube 上收到的收入是 一块钱 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终于轮到我今天来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了 接下来的视频我将会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我在 Bilibili 上一共挣了多少钱? 第二个,我在YouTube上一共挣了多少钱 以及回答一些我的微信群里面的观众 提出来的关于视频以及YouTube挣钱的话题 在这三个问题开始之前 先给我自己的频道做一个小通知 我的YouTube频道已经开通 请我喝一杯咖啡 也就是会员功能了 如果是感兴趣想请我喝一杯咖啡的观众朋友 完全可以去点击频道的加入按钮 来请我喝一杯咖啡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我的视频主要发布在了YouTube、Bilibili和我的新浪微博三个平台上面 新浪微博上面完全没有收入 所以主要讲Bilibili跟YouTube 首先是在Bilibili上我的视频发布了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 Bilibili上面有两个方式可以挣到钱 第一个是通过用户的打赏 最后转换为叫做贝壳的单位 一个贝壳等于一块钱人民币 第二个方式是Bilibili官方推出的叫做 创作激励 也就是B站的网站给用户up主的一个收入 这两个方面 我在贝壳上面一共统计收到513个贝壳 也就是513块钱人民币 在B站的创作激励 一共收到422块钱的收入 当然要备注一下是半年多的时间 并不是两年 两个部分总共加起来是935块钱人民币 这是我过去的两年在B站上的收入 935块钱应该讲这个数量不是很多 下次有机会见到B站的观众朋友 足够请大家吃顿饭的 第二个话题就是YouTube上我一共挣了多少钱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我都有不间断的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 到现在为止 我的频道一共累积了12000多位的订阅者 YouTube有一个概念 想要跟大家分享 也叫做CPM 就是每千次浏览的一个价值 谷歌会根据CPM每千次浏览 来派发给内容创作者一定的收入 我的视频放到YouTube上在过去两年当中 一共累积到了大概有效的是88万次的浏览 按照CPM转换过来之后 一共在YouTube上收到的收入是24,971块钱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距离 你看这个视频之前想象的是多还是少 我把B站跟YouTube两块的收入加到一块 总计一共是25,906块钱 大概是25,000人民币左右的一个收入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 我其实就跳过了你经常会看到这一类视频的 会跟你去讲他在哪个阶段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最后讲了很长时间告诉你他挣到的数字 我就把这一段都去掉 直接告诉你这个数字就好了 实际上只是知道这个数字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内容创作者自己的一些经历分享 和他对这样的收入 他自己的一些感想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第三个部分会去回答一些我在我的观众微信群当中 一些用户提出来的问题 来看一下他们的提问有哪些 第一个问题是温哥华的Harrison这位观众 他提出的问题是说 刘藏你的频道发展到了什么时候 你可以考虑做一个全职的YouTuber 我理解他的意思 他更想问的是 我自己我本人你觉得到什么阶段 你才会考虑把YouTuber作为一个全职的工作去做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因人而异 因为首先第一点 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会决定于 他是否比较容易的决定去做一个全职的分享者 做一个全职的YouTuber 那我来说 我觉得我不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个人状态里面 因为有两个孩子 家里有家人 以及处于现在这个年龄阶段 有比较多的视频制作之外的 很多的私人的事情要牵扯很多精力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不那么利于去做YouTuber的一个身份 如果你是一个更年轻的人 更乐于分享和更有更多自己把控的时间的身份的话 我会觉得更容易来考虑作为一个YouTuber 这讲到因人而异 那回答Harrison这个问题到什么阶段 我觉得简单回答的话 如果拿我来讲 如果全职投入去做YouTube视频 能够换回来每个月5000加币 也就是25000人民币的话 根据我个人的生活来讲 我觉得值得我作为全职的去投入 但是实际上真正到我的视频 按目前的一个运作方式达到5000加币的情况下 我可能还是不比较谨慎去考虑做一个全职的YouTuber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跟YouTuber这个职业有关系的 我觉得YouTuber这个职业呢 是一个可能说下人意的 要超过996的一个职业 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拍摄团队 你自己要处理前后中间的所有的事情 同时呢 你要保持每个月当中 每天都有旺盛的这么一个状态 去做YouTuber 所以其实你换回来的 我刚刚讲的那个目标呢 是你通过朝九晚不知道多少啊 以及超过996的一个负荷 去换来的一份收入 其实讲起来是非常的辛苦 如果说能够轻松的通过朝九晚五啊 一周五天的方式 能够挣回来我刚刚那个数字的话 那我真的会非常欣然的去考虑 做一个全职的YouTuber 但是做一个YouTuber 想要实现那样轻松的朝九晚五 就把这个收入挣回来呢 其实在实际的操作层面 是非常困难的 这还没有讲到说 做YouTube这个行业的时候呢 一开始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任何一个 想要做YouTube视频的人 都要经历一个从零到一定的订阅量的 这么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这是回答Harrison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是来自于我的观众的微信群 这是来自一位在北京的 其实是视频从业者的问题 一看就是视频从业者 他的问题是能否统计出来 有时候你一共花了多少钱 以及做到什么程度可以盈利 非常专业的问题 就从他最后盈利两个字就看出专业性了 因为他说的不是说有挣钱 而是说你什么时候你的挣钱 能够超过你的付出 那简单回答一下 盐酸这位北京朋友的提问 如果要计算我花了多少钱 我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可能我需要把我的6300 A7 多个三脚架 监视器 各种线材 昂贵的镜头 电脑 购买的付费软件 Final Cut Pro 买过的插件 等等等等 车费 邮费 时间 精力 等等等等 全都算进去 这个列表可能会拉得很长 我觉得应该远远大于我今天公布的两年之内 我的收入5到8倍左右的一个比较可见的硬件 和一些购买的软件方面的投入 确实盐酸提供的问题 非常的专业 在专业的角度看来 到目前为止 这仍然不是一个挣钱的买卖 以及问到的做到什么程度可以盈利 我觉得还是专注的去做 做到某一个程度就可以盈利 具体是哪个程度 我现在也不知道 但是好消息是 如果你真的做到那个阶段之后 之后会比前面要顺利的很多 下一个问题 是来自于美国的渔萌观众提出的问题 他说哪一类的视频比较挣钱 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简单回答一下 看的人越多越挣钱了 根据CPM来算也是这样的 看的人越多 广告越多 你的收入自然也就越多 简单来回答是这样 背后的原理 还是我刚刚讲的CPM 就1000次浏览 可以带来几块钱的谷歌的广告的收入 通常CPM可能是一美刀 也有可能是七八美刀 关键取决于你的观众的来源 他们的观众是哪些观众 有多大价值的观众来决定的 通常我的CPM大概在五块钱 我大概粗略一数 五块钱美金左右 这么一个CPM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来自于蒙特利尔的 HAVEN HAVEN的提问是 选择做YouTube投入的钱 什么时候可以挣出来 是否建议大家做YouTuber 非常好的问题 如果按照我刚刚说的 我的投入是目前收入的四五倍的话 我再做四五倍 现在的两年的投入 应该视频的继续坚持下去 应该就能把这个钱挣回来 理论上来讲 基本上也可以代表 我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是否建议大家做YouTuber 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个人会觉得 YouTube在大家想象当中 好像想得太美好 YouTuber这个工作 也在大家想象当中 显得有点太美好 大家对它难度和挑战的一面 认识不足 所以我个人不会建议大家 去考虑做YouTuber的视频 和尝试将YouTuber 作为一个全职的工作去做 原因是因为 也许大家看到了一些 比较成功的YouTuber 无论是整个世界的 还是中文的这个圈子里边的 他们的收入可能超过 甚至远远超过 一份全职工作带来的收入 或者他们生活看上去 非常的光鲜亮丽 那我想说那份非常多的收入 也许不是他一个人去瓜分的 也许是经过了非常大的 艰辛和不容易 以及一些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 才获得的 第二点 你看上去的表面的艰辛 其实是无数个996的工作 没有周末没有休息 没有个人时间换取而来的 同时它只截取了在镜头里边 更大家愿意看到的光鲜亮丽的一遍 而不太方便给你看 或者说你也并不想看的 并非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在幕后的镜头你并没有看到 大家可以去看我最近拍的那一期 冲上蓝天有多远 你看到的成品是20多分钟 我也放了一个花絮 那个花絮并没有多少人看 说明大家并不愿意看你在幕后的付出是怎样 你的辛苦是怎样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大家你只需要给大家看到 那个光鲜亮丽的成品就好了 那也是你想传达的 也是大家想获得的 所以在你想要衡量 你要不要成为YouTuber这个职业的时候 你不妨也去考虑这一点 就是光鲜亮丽的是那20分钟 而在那个20分钟之后 你可能付出了6个小时 甚至更多的加上后期剪辑等等等等 可能十几个小时一两天的付出 才成就了那一个片子 而要讲到《飞上蓝天有多远》 那个片子的话 它的广告收入1000多次浏览 换算成CPM 才一杯咖啡的钱而已 所以十几20个小时的付出 换来一杯咖啡的钱 你真的已经准备好 要做这样的职业了吗 何况还是我已经有一万多的订阅量 才能够保证有一千多人的观看 如果你做不出一个爆款 又没有足够多的订阅的话 并不会有足够多的视频的浏览 来让你换取到谷歌支付给你的钱 和你想要的光鲜亮丽 以及知名度 所以回答答案 我不会建议大家轻易的去考虑 做YouTube的视频 和轻易的考虑 成为一名YouTuber 今天视频到这边就基本上全部结束了 再一次跟大家公告一下 就是我的YouTube视频 开通了请我喝一杯咖啡 这样的视频会员功能 如果你想请我喝杯咖啡 不要客气 详情也是点击加入去了解一下 关于我的YouTube 挣钱和有收入的话题 其实我今天向大家展示的 只是谷歌广告的这一部分 在YouTube的频道上面 我还在尝试通过其他的方面 去争取收入 来让这个频道发挥的更好 我会把更深入的一些分享的小范围的 发布在我的会员频道的视频当中 请会员可以留意 到时候观看一下 但大部分的内容依然会通过我的视频的频道 跟所有人一起来分享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